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又是有线条又很优雅 而且还有肉 你说这玩意真是 还有肉有露出来 有几块 他说还有肉 不是说还有肉 我就说就好像是宋美玲走过来 但是还裸了几条 少了几条布 我没有卖豪宅 主要是配合今天的话题 我觉得女的真是 我有时候觉得特感谢 女人就有这种奉献精神 我老有一个特别好奇的问题 因为我在平常生活里 我只有上台才会勉强穿那种 什么都当家定那裤子 你知道吗 就平常生活里 你看我穿的都是肥裤子 你稍微让我穿个瘦一点 紧一点的 我就能体会到那个坐着站着 那个不舒服 可是你看我就老问这个女同胞 他们 哪怕是个打工妹 穿个牛仔裤都是紧的 你想你们永远穿的 都是贴得紧的 不舒服吗 这样 美就舒服啦 不是有一句话 就闽南语有一句话 叫爱漂亮不怕老皮 就是你再爱漂亮 就你很爱漂亮 都不怕流鼻水 就穿短裙穿什么 就是你漂亮这件事情 是重点 就其他就算了 当然是不舒服啊 怎么可能会舒服呢 就一被绑子也不舒服 你看我今天到正经为主 就知道 他不是舒服 他就是为了美 但裤子腿很窄 也是近些年来的潮流 以前不是这样 曾经一度都是喇叭裤 大家穿得很宽的 今年也流行喇叭裤 过几年又会宽的嘛 这个世界就是怎样 紧紧宽宽 我觉得你看 跟政策一样 曾经有一阵 就是流行过那种 女的穿那个健美裤 你记得吗 健美裤 全国妇女都穿 就是有踩脚的那种 踩脚的健美裤 上面穿的 上面叫什么 蝙蝠身 你那么展开 现在这是这么连下来的 这个的确 大妈都那么穿 隔了一段时间看看是不大好看 流行就是这样 当下看觉得好看 过那个时候 你再看就觉得 好俗哦 但是我们今天票房就靠你了 对我就为了怕当票房毒药 今天想着就稍微症状一些 不仅是要说的好 还要多说话哦 好的 仰眼仰眼 那今天我们正好 要讲一讲这个票房 今天我想讲一个事情 我想 我觉得就是 我做了点这个 这个阅读功课 所以我得说 我今天要讲的这个话题 不但不代表本台立场 也不代表本人立场 所以代表谁的立场 我都是引用 我基本都是引用 网友说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 正是特别值得说一说 因为我一直搞不清 就是说中国电影的票房 有很多传说 但我没有很细致的弄清楚过 现在有了一个例子 就是这个捉妖记 这个电影呢 我没有看过 要叫我说呢 从这个成功学的逻辑上讲 您已经很成功了 24亿 24亿多的这个票房 你知道吗 就是这么大的票房 破了中国影史 20多个记录 对吧 但是他最后 他要超过速期 就成为有史以来的 中国最多的票房 对 但是呢 你也可以说 他是贪心过胜 你也可以说 他是话蛇天足 但是你也可以说呢 他是成胜追击 他是发挥了 毛尔西说的这个 宜江圣勇追穷寇 对吧 不可估名学霸王 对 为什么弄巧成拙了 那有点 就是说啊 在最近两个星期 他的这个票房 因为他要超过速期 他要成为有史以来 最最牛的嘛 于是呢 你知道咱们 一下子把他的底给漏了 其实本来呢 他这个票房 已经很辉煌了 截止到这个 把两个星期 这之前吧 已经是很高的票房了 但是呢 这就反映出 他的制片方 有一方叫安乐 安乐本身 下边有很多这个院线 那么你看啊 我就是说 我都是这个引用啊 我我我没有调查 我不能下结论 我首先是看到啊 在一个微信公众号 叫娱乐资本论上 一个作者叫陈斌的 写了一篇习文 列举出了很多证据 然后呢 我还结合了央视电影频道 有一个中国电影报道 去到电影院 做的这个调查 我就先说 这哥们姓陈这哥们 他写这篇文章的这个结尾 你我给念念 你就觉得像出事了 你知道吗 他写的是 你看他这个结尾怎么写的啊 他这个这个 这个姓陈这哥们 结尾就说 最后写完了 说 现在是9月12号 早上6点12分 天已经微亮 但我依旧义愤 天鹰 从今天开始 中国历史票房冠军已经易主了 但我们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从一个当之无愧的国产冠军 堕落为一个浑身乌臭的历史冠军 捉妖记 仅仅用了15天的时间 而这一切都根基于这样一个动机 他不满足于仅当一个国产冠军 而在正常的票房进账的速度 无法达到这个目标后 公益放映便出炉了 从结果看 他成功了 但这却是整个中国电影的失败 我看了这些报道之后啊 我就感觉到啊 这个捉妖记 他现在登顶了啊 他这个冠军啊 真的是有点妖气了 怎么叫公益放映 哎 你没办法 就是免费嘛 就比如说你是什么老弱残疾啊 然后你是解放军啊 或者什么的 你就可以来看 你来看电影 我们买单的意思 就包场 你们就只要你 但是免费看 那不就没有票房吗 你拿不到收入吗 但是问题是 就是比如说这个片方 他还是算委屈 因为他背后的 比如说这个 比如说这个电影院 他的这个老板 或者影城老板 本身他可能有投资这个电影 所以说他 徐老师 我跟你啊 原来有一样的困惑 就作为一个媒体人 很多时候不求圣洁 就很多时候说 哎呀 投票房啊 买票房啊 票房啊 灌水了 票房作假了 到底怎么弄的 这个中国电影的这一角丑陋啊 我就觉得今天可以揭露一下 你可以看看 你看这个照片 你看这个 这个这就是你看到的 因为他们气势如红嘛 他们冠军了嘛 然后他们哎 搞个我们请您看桌小剑 桌小剑 我们来买单 免费观影人群如下 你看了没有 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啊 解放军啊 残疾人啊 医生护士教师啊 等等啊 然后你再看下一张 建议勇为人员 对 看下一张啊 这是人们的截图 就是这个 在安乐院县旗下的影院的这个票房 你看你看出什么嬉小没有啊 凌晨呢 1点10分呢 桌妖记啊 看那个右边的小框写的是什么 满座 座位已满 凌晨2点45分 这个公益放映啊 座位已满 凌晨4点20分 座位已满 这是虚报的 你再看下边 然后好 还撞了什么 你注意啊 他就是一号厅 你看比如说最上面一行 是9点10分到9点20 一号厅 你再看这个 12345 再看第六行 就是同样颜色的框 还是红框 还是一号厅 第二场呢 是9点30到9点40 这就意味着 120分钟的桌妖记的电影啊 在这排片 10分钟放一个 10分钟放一个 你明白吗 这是满座 可是我一定要为他们说一句话 大家都忘了 我其实今天在讲 他叫桌妖记 对吧 我都忘了农历月 前面那个月是什么月 是中元节 是鬼月 所以人家选在这个时间 拨 然后才会满 大半夜里 是吧 然后你再看下一张 你看 这个 9点半 一场 2号厅9点半 3号厅9点半 这个5号厅9点半 你说这个 就同时排 排这么多场啊 然后你再看下 都是上 这是上午场的 你再看下边 哎 这个电视频道的去拍了 就这个影院 所谓公益放映 实际空无一人 你再看下边 这都是这个经理讲了吗 这是安乐院县旗下一间影院的经理 他说 这个包场的这个票数 公益放映的票数 会计入总票房 所以这就是史上最高票房了 来 你再看下边 这是卓妖记做的这个宣传海报 就说他演了两个月啊 在这个国产电影的保护党 整整演了两个月 世间所有的告别都是为了再见 你看还在这招呼呢 还在招呼呢 你看 纵有不舍 终有一别 好家伙放了两个月啊 那真是依依不舍 你听明白了吗 看到这些 我知道 那个月就国产片大姨妈月嘛 不让不让什么小黄人啊 不让职业特工进来 就是为了保障他们 保障他的票房 但我想起就是58年的那个那张照片 就是那个稻田的 稻子放的多了 小孩放上去 掉不下去 其实呢 5758年的收成是不错的 现在统计各种统计啊 是大丰收的 但大丰收再往前一步 就变成了大跃进 大跃进就就惨了 中国今年2月 就是15年2月份的 一按月的票房呢 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过北美 这是个 这个世界各大媒体都有报道 中国反而自己没怎么宣传 就是一月的这个 年度算了 中国现在的年的票房呢 大概还是美国的30% 但是已经是逐年再生 在中国是第二位了 超过超过日本了 他们已经跟GDP一样 算说再过十年 再过什么时候 中国会变成世界票房 第一位 但2月这一个月 为什么厉害是中国正好过年 正好过年 过年就很多人去看 这个票房很厉害 那么各个部门 现在都以中国这个票房 作为一个政绩 但票房啊 就是文化界的GDP 我问你 看看你 你能不能弄明白 你就说 他为什么要这么弄 按说他公益放映 他包场 当然他是想把这个票 票房冲上去 但是好像有人就想不明白 不单为了钱了 就是那他不是他自己掏钱吗 但是自己掏钱 他最后可能还是可以回收啊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 他这样子做呢 可能有些没看的 他可能会真的 真的会真的去跑去看 这是一方面 而且另一方面 我觉得就是都希望 有一个标签贴在这个 就比在维基百科啊 或者是百度百科上面 你介绍主要 其实他上面就会 第一行就会写说 中国史上最卖作电影 就为了那个比例上去 而且以后有那个比较 大家就不断在提到这个电影 他现在已经是为了续集 说再见了 你知道吗 所以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看到这个业内人是说 我看到这个业内人是说 现在的这个影院排片 谁有多深 就好比说就像你刚才讲的 他自己的院线 对吧 按说呢 比如说我说这个公益放映 你可能会觉得 你不是也得花钱吗 但是实际上呢 他可能他要拿到四千万的票房 有人说他大概只需要付出四百万的成本 因为凌晨放映 而且你看了 他是实际上空的 对吧 而且所谓公益放映 据说要是真正的公益放映 那就是说不光是你自己的院线 而是全国所有的院线 而且呢 这个全有你这个要放映的人出钱 票价呢 大概也就变得非常便宜 五六块钱一张 所以呢 他愿意付出一个较低的成本 但是他拿到这样一个牌子 一个记录 这记录对他下一步的续集 就有影响了 对吧 对各方面都有好处 因为之前呢 中国人很焦虑的一条 就是票房虽然增加了 但是最卖座的还是美国片 现在要是国产片是第一位 这不打倒老美吗 这不是赶超这个好莱坞吗 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有各种各样的因素造成的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现在这个院线的老板 就拥有电影院的 就拥有电影院的 跟拍电影的 跟审批电影的 他们他们 都是球员间采判 他不仅是合作 有的就是同一个人 同一个公司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你看一个片源 你去看制作 他有几个人名字一直出现的 比方说老出现韩山平 那是因为他代表了中国电影的审查馆 然后老有投资的 你老有什么杨寿成啊 江克强啊 什么的 就是那代表香港的投资 但问题是 他们这些投资 不仅投资电影 他也投资电影院 所以从这个 另外一些做理论的人研究 就是说 现在很多电影的制造啊 他首先还不是考虑 观众喜欢看什么 他考虑怎么样 充分发挥音响的效果 就是有些片啊 他要弄到你 非得到影院看 才值得看 所以这样影院的生意又带起来了 所以大家之前都会有这种 就是拍电影的人说 我们拍烂电影 是因为观众喜欢看这种 观众就喜欢看这种很肤浅 可是对观众来说 非常的不公平 你想刚刚我们看的那个放映表 等于这家电影院 到底就这家电影 我如果今天跟男朋友去约会 说我们去看电影 就走到电影院 你唯一的选择就看《猪妖记》 但我们又想约会 那怎么办 还是只能看《猪妖记》 这些我就觉得 咱们这可真是个玩 孙子兵法的一个国家 就什么事 他就得弄这个东西 按说我必须说 这个《猪妖记》 虽然这个电影不是我的兴趣 我不会看 但是你已经很成功了 对吗 你就不是说他票房全是做假的 但是我就觉得 就最后这一哆嗦 你都要搞点这个 甚至就是说 他后来一看出来了 就发声明了 就是说我们是真的公益 我们是真的公益 我们不是刷票房 说为什么会出现这下 同时一个凌晨排了八场 或者说十分钟放一场 十分钟放一场 说我们跟院线的影院 信息沟通不唱 可是人家马上 人家质疑了 你怎么不唱 不唱怎么能做到 明明空无一人 全是满座呢 你这个就是 怎么能做到 十五分钟一场 十五分钟一场 你知道就最后两个星期 这十五天 一下子冲到了 一个影院可能占到了 他的这个票房的 百分之八十 这是非常诡异的 这个现象 而且我就接着往下 就说 就是说 现在这个影院经理 为什么就叫偷票房的 偷票房怎么偷啊 他 你跟影院要分账 对 我分账多的那个 我就把那个票 卖那我分账多的那个票 然后再在这个票上又改写 改写成另一部的电影 哎 有什么 又可以逃税 你说我就觉得 咱们怎么弄来弄去 都弄的 都弄这玩意儿了 都 你看 拍电影的 就现在最好票房的 这个电影 我根本不相信 中国票房最好的电影 是什么好电影 因为我就知道 你们就是这么一帮人 就是社局的 圈钱的 玩猫腻的 你就是真的拍了一个好电影 你也得做点下作的事情 你就说 咱们这是怎么搞的呢 所以成语就有啊 叫什么 过犹不及 话舌天竹 咱成语这类的事情很多啊 对 就是咱们好像就觉得 但我就会很好奇说 其实你看我们这边骂 然后网路上这么这样子 但是我们其实 就是说这种票房 或者是说烂电影啊 或者是说就是这些票房 这些电影站 做的这个影 就是电影院播放 这么高的比例 其实已经不是只有这部电影了 就是一两年前也都是这样 从什么小时代啊 什么开始 他们都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但是这样子下来 小时代也是买的 对也是买啊 然后也是五成都是播他们的片啊 全国都都这样 但他就没有办法 因为群众的反应而去改善 反而是越演越烈 我们之前还不会觉得有这么严重 你看这是爆出来就这么严重 而且最后你看 全是操纵 社局 这为什么操纵 现在他们说拍电影啊 讨好观众 不如讨好影院经理 这不是传出来吗 说刘德华当了一回那个发行人 听说刘德华说再也不去了 为什么 因为你当发行人 你要陪那个影院经理喝酒啊 吃饭呢 甚至还有说跟那个剧院经理吃饭 就是传传说那种 一杯酒一万票房 甚至就说逼的这个黄晓明嘛 那个何以生肖默 他当回这个发行人啊 哎呦跟那个影院经理吃饭 要留微信呢 玩那个么么哒 么么哒 就靠在家 好不容易啊 对啊 所以现在当发行人 应该是就是所有的 大家要猜一拳 输的那个才能去 不然这样喝还得了 如果我想要两页票房 那喝到什么时候 你说这个 咱这个 咱还有救吗 咱们 不这是局部的 吃药的 成绩还是主要的 光明 我们的票房 现在世界第二了 国力强大 只是制作 我的这些 过程不重要 我到那些影院啊 我的 他们这个畅销 这个电影啊 还有很多人的票 都是送的 你知道去买票 我还专门留心了一下 票价那么贵 票比香港人都贵 对不对 比美国的都贵 按工资比例跟我讲 但很多他们说 是单位送的 就跟什么月饼一样 这些我倒也不大关心 我就一个愿望 能不能每一个这种 有很多戏院的这种 这种院线啊 其中有一个艺术影院 我就是这么一个希望 能放放 八王别姬啊 放放小陈故事啊 放放公民凯恩啊 波江金浩啊 就是那些小众的电影 能够有一个影院 让他们放 其他你空放也罢 你小众电影半夜放也罢 但总之你要有一个 这么一个窗口 就没有好东西 坏东西就会泛滥 说真话难 假话就会泛滥 就是这么个道理 劣币驱逐良币 对吧 台湾是有播这种专门的 其实台湾也一样 就是大家都喜欢去电影院 看大片啊 或者什么 但台湾就会有 真的是有专门的电影院 就是放这些 你刚刚说 可能就是旧片啊 或者是欧洲的片 因为欧洲片 我们反而是很难接触 但反倒是 侯孝贤呢 台湾人 他算人家有去拿奖的 人家算是商业片 人家聂颖娘出来 就是前奏 为了怕大家听不懂 十几句对吧 要先前期 教大家怎么样 看懂这部电影 才让你进去看电影 六千万票房 听说的 不错了 很不错啊 那侯孝贤大牌啊 那你想想很多年轻人 但你想知道 卖的比较好的是什么吗 什么呀 就是另外一个台湾的片 我突然一时之间忘了 我待会想起来 卖了三亿 人家男主角全裸 卸票房 我的少女时代 我的少女时代 现在在台湾最封的 台币啊 三亿台币 要卖到三亿 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 男主角就全裸 全裸 背部全裸 照这发展下去 就是电影 这个男主女主 是吧 票房达到多少 就要向观众败票 裸奔 现在都是这样啊 现在真的都是这样 就是每一次 不要抽 内地冲票房就说 我们就干嘛干嘛 就说我们包票 没有 我们是男主角 男主角全裸给你看 所以人家早就想好了 人家主角是一个妖怪 裸就裸给你们看 你要看正面也可以 反面也可以 裸就裸给你们看 很可爱 所以我本来啊 最羡慕的人 就是电影导演 我从小最羡慕的 就是早听你说过 给女演员说戏 又可以这个 跟女演员谈情说爱 又可以实现艺术理想 然后票房卖到 还可以全裸给大家看一下 不是 自从他们全裸了之后 我就开始看他们笑话了 我就改变了 我就看着这帮人呢 我原来以为你们是爷啊 现在全是孙子呀 哎呦 就是你知道这个 多大的明星 现在就宣传 尤其是自己当时发行人那个 我都做过这个主持人 你知道现在已经到了 这个无限 急啊 不是 我都觉得哎 这些明星不是都很有钱了吗 但是真的是为了宣传自己这个电影啊 那就真是唾面自甘 你比如说俩男的 在这个影迷们就说 哎呦 你们在一起在一起 抱一个亲一个 就要秀给大家看 那真是就奉献啊 就舍身啊 去那种烂综艺节目 怎么遭见你都行啊 那就是就为了这个 就是今天真是一个民民主的时代的就过去什么艺术家扯淡 今天都是跪在观众面前去宣传 嗯 人民必胜吧 人民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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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现在是票房必胜 你要不要放俩院吗 不能有的观众说吗 你再接下去 哎 你影院都是一直保护 一直大姨妈 你放两年 我我现在相信中国电影破全球纪录 真是一个可态 对 真是可态 跟你公益放映嘛 那有什么了不起的 对吗 你把电影播成连续剧的感觉 一直播一直播 就放嘛 就自自买 另外另外有一个协调的地方 就是央视的电影频道 你看这是他们做很好的事情 嗯 揭发这个事情 但是央视的电影频道照理说可以做一些 就是我刚才讲的艺术影院 以前旧片哈 就各种各样的电影历史片 怎么样知道这个发展阶段啊 卡桑布兰卡之类的 你可以多放一点吧 就我碰到电影频道的领导 他们说我们也要考虑这个收视率啊 收视率呢 据调查下来看电影频道的最多呢 是中老年男人 中老年男人啊 不出去惹祸在家里 就喜欢看南征北战啊 小兵章卡啊 你知道所以呢 电影频道就是 就是整天的就是放这个 而且政治上有安全 嗯 他失去了这个艺术 各种各样电影多元化的功能 你知道吗 你这么说 我原来真的是以为 就是说现在不是个民粹的时代了吗 嗯 那么这个我原来有误以为 我说这个一般的很多观众 那就是low嘛 愚昧嘛 蠢嘛 所以这个烂片嘛 大行其道嘛 觉得观众水平低 现在我发现我错了 观众水平不一定低 嗯 真的 我觉得好莱坞那些高票房的商业电影 我看了都不失望 确实是好 对吧 这什么大俗人都爱看 但是现在真的通过这些事 我们知道了可能有另一个问题 就是你某种权力的垄断啊 你让观众没有选择 所以造成了他的某个电影 好像票房很好 但是怎么你又觉得怎么这么乱 于是你开始是怨观众 其实你后来发现 观众是被绑架了 嗯 所以刚才一个讲的就是人民必胜 人民币啊 人民币胜 导致的一个就是渔民政策 渔不是那个愚蠢的渔啊 娱乐的渔 而且变成是说 渔民政策 而且我觉得这些很多大牌啊 不管是他是不是发行商的话 他也很想要讨好自己的观众 因为他如果说 比如说今天我往 我是黄晓鸥 我拍了一部电影 然后我也没有很认真去宣传 然后票房很低 以后就被贴上票房 没有人找他 但是现在大家就觉得说 只要是他拍的片都是大麦 就是这种 机身蛋蛋生机的循环 有可能啊 你比如说我自己拍电影 哎我要真是想一下 接着为您播出 健康新概念 我自己拍一个许易票房 我在拍续集 你们看不看吧 对吧 你们看不看